黃金手飾本身的性質很柔軟 所以我們在配搭黃金手飾時 都避免洗碗或搬運粗重的物品 令到碰撞時造成變形或凹陷狀況 我們在配搭黃金手飾時 都避免與香水、洗髮路或護髮素接觸 因為這些成份含有化學紋 黃金手飾接觸時 可能會變成白色的霧 所以我們都避免與這些物品接觸 黃金在接觸銀或水銀或鐵時 會產生白點或紅斑 變成紅斑白斑 就要拿到金行進行火燒的過程 令到金器變成金黃狀態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金器裡 有沒有打到四條狗的標色 因為根據香港法例 黃金金器上必須印有四條狗的觸金金色 才可以是觸金黃金產品 其次我們可以再看看顏色的色澤 看看金器是否呈現赤黃色的狀態 如果金器呈現青色或偏白的顏色 證明這個金器的成色不足 純度也不足夠 最後我們可以試試金器軟硬程度 我們可以屈一屈 如果用很輕的力量已經可以把它拋開 其實這個金器也是一個比較純度高的金器 經過一般時間的配戴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污垢或油脂沾染在上面 如果我們一般在家裡 其實都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自行清理一下它 我們會先用到一些清水 加入一些中性洗潔精 然後進行一個浸泡 然後用清水沖洗 再將它用眼鏡的抹布 去再抹乾淨它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遇到一些比較頑固的污漬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拿一件金器去金舖進行一個清洗 一般金舖都會利用超聲波機 然後再用一些中性的洗潔精去進行清洗 最後都會用回金舖他們專用的金器的抹布 去進行一個抹式 令到黃金的首飾變回一個光亮的狀態 我們都不會建議客人去用一些洗金水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化學物品去清洗金器 以免金器會變薄或者變色 方家都流傳了一些清洗金器的方法 例如用牙膏、鹽或者醋去做一些溶液 但是這些清洗方法我們都不建議 因為自行去將一些鹽或者醋混合 造成一些溶液裡面有比較粗的微粒 當清洗你的金器的時候 便可能會造成金器上面有些磨損的狀況出現 因為黃金始終都是一個金屬 遇到潮濕或者比較濕度高的話 它都會氧化變色 所以我們將它放在一個蓉袋裡面 或者在一個首飾盒裡面 之後再放在一個密砂盒裡面 就會做到一個保存去避免氧化的效果 亦都同時可以避免到一個黃金首飾 壓扁變形或者刮花 市面上通常都有兩種不同的龍鳳鴉的開合方式 一種是扭膠的方式 另一種是開膠的款式 首先扭膠的款式 我們先將一個八字扣打開 然後退出來 將開口 通常我們會側側的手 然後就可以在手最右的地方 將龍鳳鴉雅拎開 然後戴上去 最後將針對準插針位 然後關上八字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開膠的款式 後面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架位 我們首先將上下的保險扣打開 然後將龍鳳鴉左右抹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戴上手腕 然後將保險扣關上 這樣就完成了配戴 方街D租金器公司 其實都出租近一些二手金器 我們想將這個概念 改成一個出租一手金器的概念 讓新人他們一個好一點的意頭 也在質素上有保證 與此同時 配戴金器一方面 可以暴留傳統 也同時我們想在金色方面 提供到一個比較新穎和契合潮流的選擇 給我們的新人 一般在結婚上 新人會用20%的預算 去用到在首飾上面 所以我們希望在黃金首飾上面 提供一個租借服務 令到新人在他們的預算上面 更加是靈活去使用 剩下的一些預算 可以用在他們身分後的生活 或者在其他開支上面 在疫情方面 現在新人很難去預算他們 究竟何時可以舉辦到他們的婚禮 所以我們在租借首飾方面 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個時間 和開支的靈活性 給新人安排到他們婚禮所需要的首飾